好 回到88健康有方 乳癌是我们女性离癌的第一名 那么其中每年新增的乳癌患者 就高达一万一千多人 所以不仅是女性朋友 男性朋友其实也会有 罹患乳癌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我在这边是希望我们的 男性朋友能够多关心一下 女性朋友 为什么呢 来看这个案例 这是一位60岁的妇人 她因为怕一些去看医生 那她是用这个喷香水 去抑制她的那个臭味 是有一天她的先生闻到了益臭 才发现她其实左乳的肿瘤 已经撑爆乳房了 那医生也说啦 害羞是这一类患者共同特点 其实有时候女性朋友 也真的很怕一些去看妇科 那我们大家都心有气气焉嘛 没错 不是说医生不好 那我们讲乳癌早期治疗 她的存活率是非常高 所以千万不要延迟就医 好 我们请副座上前来 这边我要讲一个案例 就是大概去年的时候 有一天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到台中 那时候我们去办一个签书会 大概是晚上12点 那我刚好在浴室要出来的时候 那我刚好在浴室要出来的时候 我那个女性朋友就站在门口跟我讲 她就表情有点严肃 因为是晚上12点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大家都累了一天要救情了 她就跟我说 雅芳你知道吗 我得了乳癌 然后那时候我就沉一下 可是我很快就跟她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乳癌它的发生率高 但是如果 应该是说如果你提前赶快去就医的话 它的应该说治愈率相对也高 所以她本来个性是比较抱歉害羞 后来一鼓励她之后 她就积极去 那现在她跟乳癌一样 她也复原得非常好 所以你真的不幸离来的时候 我们要勇敢面对 不是一个人也希望全家冻起来 或亲朋好友 我们给她鼓励这个 所以傅作这个是 她的先生发现 我们当时就说 先生怎么那么晚才发现闻到臭味 是平常也要多关心 因为当时我们只从这个部分看到片面 那可是我要请教傅作 傅作看到是有时候就诊来 哇 这个看起来是比刚刚那个妇人还要严重 还要严重 真的会这样来看医生吗 这个都是来看我的实际我的病人 每个都比那个还严重 所以表示说 其实女性虽然得了癌症 她们有的不好意思就医 有的会击记医 有的用鸵鸟心态 一直祈祷说 我再看个几个月会不会好 因为她很怕说 如果医生跟我宣布我是乳癌 就要把乳房割掉 对她来讲好像割掉她的生命一样 她就失际的生命感觉 所以她就会有一种鸵鸟又延迟就医 那最后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傅作刚刚我们讲说 那个豹仔的这位妇人 她应该是属于在三旗B了 这个至少是三旗B 三旗B 那您这些患者 但是如果有眼触转移 因为这种三旗B 长长不久之后就 你就会发现会有眼触的骨头转移 肺部转移等等 就大部分都会慢慢的进展到四旗 所以生命是无价的 健康是钱买不到的 那像那种经验我自己都有 我在诊间 我记得有一次天气蛮热的 那我在诊间里面看诊 那有个病人就两三个家属进来了 带着一个女性的病人 那病人就说 今天要来找杜医师看 我说你什么问题 然后她说 因为就很害羞 好像也不知道怎么起口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 真的就是这样有一点味道臭臭的 尤其在冷气房里面 那又是夏天 大家都知道那种感觉 那我一打开 跟这个就是类似这一种 这是当比那个还要严重的 那整个都皮肤溃烂 整个皮肤溃烂 肌肉侵蚀 同时会有血这样滴下来 那味道真的是不好 那我就说 那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救医呢 她说其实跟你讲杜医师 在家里 我们家里在山上 也没有什么冷气 又夏天 可是真的是臭到受不了了 所以今天要来送给杜医师 因为这个时候她要送给我了 她说听说你这个方面有经验 那我们也知道这样不行了 真的医生顾笑不得 真的顾笑不得 那我们医生嘛 医者仁之心 总不能说 你会泡胃 我也不想这个味道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 我们全家 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 都要为你动起来 所以这种治疗呢 其实不是一个个人 一个个人的问题产生之后 其实整个家庭的成员 会因为他的就医过程 搞垮了 托垮了整个家庭 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是我个人的问题 了不起我一人一死百了 这是你的想法 可是在这构成里面 你知道你多少的儿女 你的先生 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都为了你 要担心 甚至要放下身边的工作 那这种资源的浪费 这种你造成给儿女的痛苦 跟不便 这个绝对不是你个人说 我自己生病我自己承担 没错 所以 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到这样子 对 那你如果早期发现有危机意识 那么医疗支持也会在 cost down也会掉下来 对刚刚讲 因为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你就不用用到一大堆什么电疗 标靶治疗 化学治疗 对不对 我想什么药物都有效 大家共同会同心协力 降低你的复发 那保持你的生命 可是呢 不管怎么样 早期发现比任何药还有效 其实奇数 就已经是一个很优势的 你明起乳癌来讲 我只要合适的手势 我也不用化疗 我也不用标靶治疗 我甚至不一定要电疗 那就潜意啦 对 那医疗的发挥当然就省很多啦 所以这种早期发现 不只保护到你的健康 我们也保护到 让你的儿女不用为了你那么生活 就是可能可以避免 要后面很多不需要的一些很复杂 不管从心理 对 或者是从经济的层面来看 都是影响比较大 所以副作 这个是都比较年长的 年龄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吗 对 他们比较不好意思 他们的思维时代 就不大好意思 所以年轻女性朋友 比较有健康意识吗 大部分都现在都比较好一点 可是我自己也碰过那种 很时髦的小姐 外观非常的漂亮 然后一看就是上班族的 那她是因为有去做熔乳吗 没有 她没有做熔乳 但她坐下来的时候 她也不讲什么话 但是我就 她外套一偷开 我看她的衬衫 怎么一边是高的 一边是低的 那这表现这边有相当的肿大嘛 对不对 然后看到妈妈的神情又很奇怪 很... 就知道说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讲 但是又一言又止 那我后来一看 我一做检查 哇 不得了 就是类似这一种的变化 已经是三期末的乳癌 对 那我想说 你是social economic 就是至少你是年轻的上班族群 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有一点 不晓得怎么样 一言又止 后来我就了解了 原来妈妈也是一直欠她要就医 但是她就是不要 然后她也怕同事知道 她觉得我的职场 我需要这个工作 我不要让人知道 我有乳癌 她虽然心理上知道 可能 但是她就是一直不想面对她 所以一拖就拖出了 一拖就拖 然后家人希望她行政场管 到就医她也不要 那最后呢 不用多久 大概半年一载 后来就变成末期入来 也就转移 也是走了 所以这样子呢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对 当你失去健康 你没生命 你的工作哪可能保住呢 我众朋友 你有听到吗 这已经给我们交代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可以有 预先去预防 然后如果真的碰到药 也要勇敢去面对治疗 那不要走到这样 如果真的碰到的时候 也要去勇敢去面对 当然医生我们讲 如果这样讲 我们现在说的比较简单 真的是去看的时候 比较错 因为我用细针去抽取的时候 我就很害怕 不过不用啦 不用怕啦 因为其实现在的医药效果非常好 那么对于化疗作用的预防呢 副作用的防止疗效也非常好 对 所以不用 不要汇集 对 因为我们多了一些知识 就面对问题 就比较不会害怕 那副作用麻烦您请坐 然后讲到陆安好了 陆安 没有选择是乳房重建吗 其实我当时 我现在在回想 当时医生 十年前的时候 对 十年前 十一年前 我当时在回想 医生在宣判我得乳癌的那一刹那 你知道 我脑子里呢 是一片空白 接下来 两眼无神 在三晶半夜 感受到四肢无力 心里面呢 真是五味杂成 脑子里呢 更是六神无主 那颗心在七上八下的情况下 感受到八面受敌 让自己久久不能 实在难过 所以我现在目前 我就鼓励我自己 好 自己鼓励下去了 对不对 那后理掌呢 我想请教你一下 可能很多的患者都会想你术后的活动 或者是说也会接入到病患要吃什么 但大家讲是说黄豆啦这有一些雌激素的 是不是就尽量不要去呢 雌激素的部分啊 其实在一些 比如说我们假设已经知道是乳房纤维囊种 对 这种属于良性的变化 在雌激素的摄取上面 其实是适量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去避免 对 那针对乳癌的患者的话 其实也一样 任何东西我们适量就可以了 雌激素就分为是植物性的还是药物性的 对 如果是药物提炼那种 马尿提炼的这种动物来源的雌激素的话 在癌症受体 雌激素阳性的病人 是要避免它的 但是饮食不用非常的刻意避免 饮食还好 因为饮食的是类雌激素的结构 所以包括说豆浆啊 那没有问题的 你就是得乳癌也不用担心 那山药大部分是有雌激素 类似成分比较高的食材 正常的山药饮食 就是你得乳癌也是可以吃 不是不可以吃 但是如果是刻意去提炼的药片定类的 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浓度就会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对 不断的重复问 医生不断重复的回答 如果又不记得又重复来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就特别再把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医师 那倒是请教我们的副作 那有没有人问说 副作我咖啡可以喝吗 就是有人说纤维线流的产生 是跟我们喝咖啡有关系 我之前去检查的时候 副作不是说 怎么像放鞭炮纤维囊种 我就仔细的回想 这半年我吃了什么 因为我没有吃什么保健食品跟药物 我想说我到底从食物当中摄取什么 冰狗咖啡 咖啡里面但是我有加牛奶 那到底是咖啡问题还是牛奶问题呢 副作 其实不会啦 纤维线流的产生原因是不明性的 只知道跟刺激室的刺激是有关联性的 OK的 但是如果是为了业绩压力 老板请你喝咖啡 你就要小心了 好 包括说讲到肿块就是说乳房 有肿块几乎是不是就是乳癌呢 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们预防剩余治疗的话 我们应该要多剩余什么 避免什么样的食物 那是不是真的有乳房 即便你就是爱吃炸的 或是就是真的 那个塑化剂的问题 影响到我们的身影健康呢 往后回来我们除了帮您破解之外 还要告诉您怎么样的来做乳房检查DIY 麦当劳好精彩大早餐 让早餐变成一种享受 一天从早开始好精彩 OTI A5行动力席卷人性 入主OTI A5限量升级 S-LINE特示车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黄鹤LAMIGO荣获季冠军 超过3000家姻缘店同欢庆 到La New消费满额 运动鞋999元 让你带回家 La New 介绍你这台并力移动式水冷器 一台得多台用哦 是物化机 超神殿 四十环境 净化空气 是副粒子机 很健康哦 更生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器 只有165瓦哦 真的超转电 用得很放心哦 所以并力水冷器 会给你全所未有的 十二大承诺保证 进墙降温 物理除能晋冷原理 根据环境不同 最高可降温8度 滋润空气 或不是水律环冲洗 蒸发量大 喷雾家序效果更好 净化空气 特大空气过滤网 水连双虫过滤 更有效净化空气 宁静自然 还有美国红马威克润滑电机 运转超稳定 自然宁静 人性关爱 为电脑控制 清除按键 数码显示室内温度 掌控自如 6公尺远距离遥控 120度大角度接收 一切尽在掌控中 智能科技 定时关机 监控风鸣提示 关机自动记忆 健康生活 不离死杀菌除臭 油污分解 速冷飙风 创新双涡轮离心送风技术 风速每秒12公尺 宝石美容 创新横污功能 水分子超微细 吸收效果更好 安全防尘 补水自动体式 上下左右摆动 立体送风 净霸超近 6档风速 3档自然风 3档睡眠风 净风 净阴 随心所欲 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静静冷 只要十分之一电费的水冷气 马上买 马上冷 马上省 兵力移动式水冷气 Live互动美语 全国首创三一互动教学系统 网季学院搭配LivePen 听收读写So Easy 数位教学 英文学习So Happy 介绍Homework 进度掌握So Smart eLearning eTeaching eManagement Live互动美语 英语数位学习第一品牌 黄鹤 Lamigo荣获季冠军 透过三千家姻缘店 同欢庆 到了New消费满额 运动鞋999元 让你带回家 The New 端午节吃粽子 享受美味 也要注意肠胃 好 我们健康大破解 针对乳房 其实有很多观众提出问题 我们赶快请教我们的副作 就是乳房有肿块 几乎就是乳癌吗 这不太过担心了 不一定 像刚才的千尾狼肿块 那个就不是乳癌 所以这个答案是不是 好 就不是 那如何DIY自我乳房检查呢 那护理长今天先教我们 对不对 那平常要怎么 这就要我们讲 就简单一点 就是要自己自摸了 对 好 那护理长教我们 要怎么样在平常家中 自我做一些检查呢 我们在家里执行乳房自我检查 其实很简单 先将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看一看 观察 看一看 对 就是观察一下 那个双边乳房的外形 有没有对称 那皮肤上面有没有出现 刚刚上述的那些异状 比如说红肿 脱穴 或者是有出现一些溃烂 那临床上之前有遇到一些案例 就是皮肤已经出现异状了 但他们不愿意就医 他们去买草药贴 对 然后所以到最后 都是已经 或者是民间的偏方 对 状况很糟糕的时候 才会求助像副作这样的名医这样 所以皮肤我们记得 一定要在镜子前面做观察 我们自己这样用肉眼看 是不会有效果的 要在镜子面前 对 面对镜子做观察 那观察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动作 因为有些动作带动 经由肌肉的前扯 才能观察到两边乳房的 陆安帮我们拿一下 那个道具好了 对 这样子 你可能会比较方便操作 好 我先试试一下动作 我们检查动作的话 可以将双手治愈脑后 在镜子前面再左右观察 那第二个动作就是插腰 对 然后上身稍微往前倾 一样左边看看 右边看看 是看大小吗 看乳房的那个皮肤啊 有没有出现刚刚那些异状 然后乳头的部分就看一下 观察一下有没有凹陷 然后或者是有没有清挤一下 看看有没有分泌物 刚刚讲说单一的那个 乳房 单一的乳管 乳管的时候单一组 然后纤维的挤压就跑出来 对 分泌物 哦 是 那第二个部分就进入触疹 那触疹的话我们是用这三根手指头 就是食指中指跟无名指的指腹 然后在乳房上面就是滑动啊 螺旋跟按压的方式去感觉到皮肤下面的变化 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啊 还是我的有问题没有 就是说你在滑动在按的时候 会啊 总是我不知道耶 还是会要赶快去括号 其实最好的答案就是 你不要自我诊断 很危险 就把你的遗力交给专科医师 哦 所以刚刚只是说 比较初步的一个部分 对 初步的自我一些screen 就是稍微做一点检测而已 不要自我诊断 那所以我们才会建议每个月做一次 因为这样才有的比较 才会知道三个月跟这个月摸起来 是不是某个部位有出现变化 这样也可以在就医的时候 提供医生你的一些资讯 哦 所以还要做记录 对 副作者好像是不是要在女性 月经完之后7到14天 虽然是我可不可以讲的是 月经之后 干净之后7天那时候最软 最软 不然那当然 最近大家都从八张媒体知道 看到了一句话 自摸无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又会觉得 自摸无效为什么你还是要 让大家有危机意识呢 其实自摸无效它的原因是说 当你自己摸到发现的乳癌 以比较筛检发现的乳癌 你自己发现不会活得更久 也就是说筛检鼓励你要做筛检 在你还摸不出来 临床没有症状之前 疗效长期存活力都来得好 那因为你自摸 常常你也不晓得 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自己当医生 自己诊断 常常错掉 结果是怎么样 就错掉一条生命 而且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太愿意去面对 没事了 然后我就说算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 不过虽然说自摸无效 主要是根据整个长期存活力的比对 但是零起乳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重点 一个是钙化点 一个是昏迷物 另外一个呢 其实零起乳癌一个 临床上发现的好方法 就是乳头上面有不会好的湿疹 结痂 肉屑 就是所谓的伯洁式乳头 本来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是皮肤 对 因为湿疹 去擦擦药 可是如果说照理说皮肤的湿疹 擦药 经过抗组织胺 护肾皮脂的使用 至少二到三个月要会好 如果说你不管怎么样 找皮肤科医生怎么看 都越来越来越来 有的时候甚至把整个乳头都烂掉 溃烂掉 也有我有看过那样的病人 那还是零起乳癌 再来我们可能也可以透过仪器来做检查 比如说乳房摄影 还有超音波的检查 那这个到底要不要做呢 不说也把这影片带来了 那通常我们乳房超音波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乳房病变了 我们知道乳房摄影都有年龄场层上的限制 目前现在45岁以上是免费 45岁到69岁 两年一次是免费 那40岁以上就适合做乳房摄影的撕检 但是40岁以下呢 不适合做乳房摄影 那靠什么 除了医生的处诊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超音波 对 因为不是每个肿瘤都摸得到的 有时候尤其刚开始的肿瘤 你在超音波就会发觉它 0.5公分可能就看到了 所以超音波可以在密制性的乳线 早期的发现你异样的肿块 所以这就是超音波临床有它的角色 那常常观众都问说 那我要做超音波还是摄影呢 或者说我不要做到MRI去啊 要吗 那个是高危险族群才比较有需要去做筛检的高危险族群 那是特殊族群 一般不是超音波就是摄影 就可以 有时候两个都要同时使用 那不说这个呢就是可以 那这就是说 这也是超音波下面 对 这个就是摄影 对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就是上下照一下 左右照一下 所以基本上两边刚好就有四张嘛 有怀疑就会叫你回来再稍微看清楚一点 但不是说叫你再照就是有问题 而是要看得更清楚来下更好的诊断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就是摄影呈现的一个异样的概化点 你看这么大的乳线组织 怎么会集中在这个区块 而且这概化点是 这是有点点的 对 点状的 对 对 对 在这个地方 外形不一 就是大大小小不规则 对不对 所以这种属于外形不一致 集中的 集错在某一个区块 甚至有的很小点 一公分以内有超过五个以上 我们就开始会小心了 所以零起乳癌九成是 以异样该化点拍摄到 而找出它的蛛丝马迹的 刚刚这一体是副作伪金帮我们 对 零起乳癌你不一定摸得到 它只是小白点像盐巴谁摸得到 所以摸不到 对 对 对 也不是说摸到就是癌症 良性的也可能 对 答案很简单 所以那良性的肿块 跟恶性的肿块摸起来的感觉 会不会不一样 走死是不大一样 一般良性的都比较界线清楚 比较软度软一点 恶性的都比较坚硬 然后跟周边有一点组织 界线不大清楚 那患者他会痛吗 大家常常就说会痛得不好 痛得不好 搞不清楚 那如果说这么简单的话 雅芳就不用去排队看医生了 就自己看会不会痛就有答案了 这个思维也是一般民众的迷试 常常说人家说癌症不会痛 我今天会痛 我就不是癌症 那你错了 我们姐妹会打电话问我 没有经验的人会打电话问我 就说会不会痛 他只要说会不痛 他说不痛 会痛他就觉得 大部分不会痛 但是百分之五到十的乳癌 会以疼痛为表现 所以这种疼痛也是要自己注意 不是说乳癌就不会 就是不痛才是乳癌 会痛就良性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我就没工作了 我就没工作了 所以摸到肿块可以先观察 当然是这我都可以 我可不可以就冒昧帮医生回答一下 假如没有乳癌家族史的话 乳房摸到肿块 是不是就不会是癌症了 就不是高危险群的 对 不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乳癌大家都朗朗上口 哪些是危险因子 夜经来得太早 乱吃荷尔蒙 不必要的肤色线孤露 或者喜欢酗酒 不运动 对不对 这些大家都朗朗上口 可是得到乳癌之后 大部分的女性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怎么那么倒霉 对 我有规律的睡眠 我也没有细酒 我也没有说吃西式的高脂肪类的饮食 我家属也都没有人得乳癌 我那么倒霉 我怎么也得 为什么是我 我不相信 对 都第一次会开始有deny 就是否认了 但是要知道 所有的文献告诉我们 乳癌的相关危险因子 真的你去把它做详细的分析 只有25%左右是跟这些危险因子可以划上找出原因 比如说你抽个血 看到你有VC1的基因被腻 就是家族乳癌 对不对 像这种可以归纳出一个原因的 只有25%找得到 75%目前还是 真的是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责任 医生没有 医血还要再继续的去研发 但是很简易的就是 你的身上对于这些癌细胞的管控 你士气的管控它的能力 那医生我请教您 如果是没有结婚的女性 或者是说她也没有哺乳的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罹患乳癌 对 在整个危险的因子来讲 相对的就比较 比例会比较偏高 会比较偏高 所以我们得乳癌的因子 不是说一个因子 我只要有胃乳我就得不会 不是这样算的 我们是把这些危险因子 其实把它总共加分 加了总分之后 超过几分就是高危险族群 多少分之下就低危险 中间就是中度危险 所以是很多因素来共同的贡献他 有没有得乳癌的分数的评比 那护理长这边常会碰到 就是术后的患者 可能请教您要复健 大概那时候适合做什么运动 那护理长是说要做爬墙 那这个爬墙怎么做呢 护理长是不是可以出列一下 帮我们示范一下 就是说 就像路安玛 你如果双乳切除之后 对不对 那一定会说 你术后可能比较 因为还是要动一动 通常你会怎么建议患者呢 护理长 对 我这边先提一下 一般大概术后 一周内 我们是不太建议说 活动大概超过90度 不过一周之后 活动其实都可以正常 那手术后的话 我们有分有没有切除淋巴 跟没有切除淋巴 对 那淋巴的部分有分 就是淋巴全部切除 跟只摘除前哨淋巴的部分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个迷思 就是说 那是不是我的手都尽量不要动 其实没有 手术回来之后 其实手术当天 我们都可以鼓励 可以做一些适度的活动 对 那不过真的 就是如果有摘除淋巴的话 可能就是要避免淋巴水肿 对 那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坐着的时候 手可能就不要垂下来 如果有桌子的话 就稍微放着 对让手呈现 对对对 手负担比较那么重 然后稍微抬高这样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 因为我们妇女都会进厨房 那淋巴有切除的患者 我们会提醒她要避免受伤 所以假设今天问一下 你的那个乳癌 切除淋巴部分是在右侧的话 我们就不用耐心 因为右边拿菜刀 你是切到左手 对 你右手不会受伤 可是假如说 摘除淋巴是在左侧的话 对 那我们就要提醒说 切菜的时候 可能不要切到手指头 对 我们要担心手会受伤 那术后的运动 其实在我们医院的话 我们就是交由专业的 就是复健科医师 对 对 我们一定会 术后一定会会诊复健科 然后由复健师来教 最完整最正确的动作 对 所以我这边只带一个 很简单的爬墙运动就好了 对 那假设这是一个墙 一面墙 对 好 那我们就是大概距离 手臂的距离就可以了 所以那一开始 一天大概做三次 对 早中晚 那一次大概爬个十次到二十次 看自己的极限 然后每天可以升价 对 那其实就是以手指头 对 爬墙 那假设今天到这里就觉得 开始有点不湿力了 对 今天就到这边就好了 那停个十秒钟左右 对 那就反复做个十次到二十次 那可以在墙上做个记录 看自己一天一天的一个进步了 像这个我就想到 对 我的个性就很强 那医生叫我爬墙的时候 我也这样爬 然后过几天 我就觉得可以开始这样一直爬 然后两个礼拜我就开始这样运动 到最后我抽了一个月的血水 因为自己太好强 我觉得真的像刚刚讲 不要真的不能急 像我这一急 我就觉得什么都没有问题 然后做到 我跟讲 真的拿那个正确的抽 这样抽血水 我抽了一个月 哇 辛苦 那你来最后教我们 你现在是快乐唱歌 快乐运动 对不对 其实你是没有选择要重建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选择 我就觉得 你就说你要跟杜一是一样 杜一是比较轻松一些 好啊 那待在我们在做08的一个拍度同时 听说你喜欢唱一首快乐歌 对不对 没有错 我先来分享 我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改变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等公车的时候 那我就发现一个妈妈一直在看我 然后 他在看你说你是男生 对对可能的 然后我就刚好手机响起 我就讲完电话 那个妈妈就走过来 就跟我讲说 原来你是女母的 我叫你女母的 然后他讲完 他转身就走 你知道就在妈妈转身的那一刹那 我真的想通了一件事 我觉得别人看我是一时的 而我跟我自己却是一辈子 对 这很重要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懂得欣赏自己 让自己快乐起来 所以我现在目前的快乐秘诀呢 嗯 好 就是 来 唱一首歌吗 唱个字 很简单 唱一首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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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巴水朵就是這樣互拍 然後促進我們的淋巴回流 水源的回流 各位 記得要這樣做 男女都適合的 對 心笑罵淋巴排毒 讓妳健康有方 好